曾经有好男人形象的艺人黄品源 因为之前带侄女上旅馆开房间的事件被曝光了 整个形象大伤 前不久又跟太太离婚了 已经签字了 那么今天她出面强调说 离婚不是因为第三者 同时眼眶泛泪的感谢前妻对家庭的付出 与太太蜜儿的17年婚姻画下句点后 艺人黄品源终于现身 谈到现在已经成为前妻的蜜儿 黄品源语带哽咽说出心中不舍 如果 如果素氏累劫的情缘 要在这一生的现在画下句点 虽然真的不舍 但是我相信好好的结束 也是一种圆满 我们很和平的分手 没有吵架 没有恶言相向 真的很感谢她 对家里所有的付出 我们都没有放弃 所以虽然离婚 但是我们都没有拆散 虽然黄品源强调离婚无关第三者 但是去年她在19岁那么养家心 到汽车旅馆 闹得沸沸扬扬 婚姻陷入危机 黄品源说签字离婚后 她现在还是住在家中 与前妻共同照顾一对儿女 希望离婚对小孩的伤害降到最低 中文新闻 蔡佩玉台北采访报道